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今次我阿John要和大家玩一隻新的遊戲 Hellblade Senua Sacrifice 這遊戲在8月的遊戲介紹的時候已經介紹過 我看到它的畫質是蠻漂亮 以及故事也蠻有趣 現在抽到時間就和大家一起玩這遊戲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遊戲 哇,這裡很大霧 讓我告訴你Sanua 她的故事已經結束了 但現在... 它開始新的 好,我們的遊戲已經開始了 什麼事? 她是在喉嚨 她是在喉嚨 他知道,她是在喉嚨 他知道她站得遠 他能感受她來得遠 她是在喉嚨 她是在喉嚨 他們在喉嚨 他們在喉嚨 這是一步深入暗中 他們在喉嚨 之後再有更多故事 主角真的會不斷聽到這些故事 我已經可以到處移動鏡頭了 有些是長的,有些是新的,但他們已經改變了 我認為暗色改變了他們,就像它改變了她 究竟我們現在在去哪裡呢? 那些人掉在那裡 看 你看前面 她appy終於趕 trave 妳已經痛得多了 時間回到,未運 兒或是iad把 我們前面不安全? 我們的二語一直跟我們說 走!不安全 究竟前面有什麼等著我們? 其實我是很想把鏡頭移給大家看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不斷修正鏡頭要我看前面 你會看到他們 他們滅亡,他們死亡,他們死亡 這條村子很恐怖 他們躲在淹淹在土地和河河 但死亡不永遠都在這裡 這不是一個地方的休息 我可以做這個,走回回回 是不是在打仗? 他們會做這個給你,可以看到他們? 可以看到他們嗎?他們會做這個給你 最恐怖就是要不停地有些二語在你附近說話 他們在看,停 你可以感覺到他們在看嗎? 他們在看他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下船? 他在看他 你們是很近距離 找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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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您Espero,你能感覺到嗎? 它是一切被陰港 找到了,BBQ 她在想什麼 我可以去知你 她在害怕 你不是吧 you'd think she would get used to it by now after so many years but the darkness it just builds onto itself growing stronger towering over her you might try and ignore it turn away but it's always there just out of sight where you're most vulnerable it's like it knows that just enough light is all you need to see it's suffocating power 究竟我們要去哪 好恐怖啊!我想走啊 究竟這裡說的他們是甚麼人 you might think she's brave to go on this journey on her own but it isn't bravery that drives her bravery only means something to those who are afraid of death then it was fear runs far far deeper 啊 音樂修世了 我想我們應該快可以自由行動 不過鏡頭暫時是動不了的 上岸吧!上岸吧! 這裏應該是打完仗 那些戰死的人就掛了 他警告其他人 就說 和敵對勢力作對有這樣的下場 I wonder Theiria Theiria What is she looking at? What is she leaving behind? What is she leaving behind? I know what she's thinking I hear her thoughts What are you doing? It's not too late to get into the boat and go back No one will judge her No one will ever know I know you want to 聽到很久啦 蛤 蛤 你可不可以做 任何人押忍了一世界 所謂的痛苦 無法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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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離開 我感覺到一會兒玩這遊戲的時候會大叫 因為經常太恐怖 看戰夫被人在下面貫穿身體 看到都痛 暫時看到全部都是男人 大家留意一下我們走的動作很細緻 感覺上很多大作都漂亮 前面有些東西 我們要看這東西 怎麼看 背面 沒有反應 我試一下按按鈕看看有沒有什麼反應 怎麼可以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呢 應該是這樣 不要忘記我的故事 因為你的黑暗 你來自黑暗 你居然在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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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燃燃的狀態 你會向黑暗 但有些人生命 你會追蹤這個路 你必須留下 你會追蹤這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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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複雜 你會追蹤這個路 我會會 真的有些東西來 這些 這是灰塵還是什麼 好厲害,我們不如走快一點 她在這裏,好嗎? 但她不停止 不是這次 怎麼會照進來的呢? 嘩嘩,很像有東西看 他說的 《河中的刀》 《河中的黑洞》 《黑洞》 《黑洞》 我想問我們拿著這件是什麼 會不會是快布包著頭 我覺得是很恐怖 Dillian 即是說我們來這裡 要找到Dillian的靈魂 再解放 這裡應該是一條小園村來的 她為 Lyn-她想心的心 她想親心 路由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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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她認識她的名字 她認識她 她認識她 但她認識她 只能過 compromised 她的性格 那部分不是沒這麼容易 她的臺 有牧雞說那是有方法要找到它 我們看吧 我們應該要去後面這個位置,有石碑 但在石碑之前,我們到處看看 前面升上來的像不像一條龍或奇怪的生物 這裡曾經是一條小園村 前面這個建築物應該是教堂 受到外國的不知名勢力攻擊,所以這條村才會滅亡 如果沒有東西看的話,我們就進入前面 因為還有一個石碑要看 暫時我按其他東西還未有反應 不能作出攻擊或其他行動 這裡應該是一個檢查點 看看 這裏是亡者住的地方 究竟我們是不是在一個宜實裏面 我發現這遊戲其實是有很多很多東西說的 希望我不要太遮蓋他們的聲音 很恐怖,為什麼不停地有東西說的 應該就是提示我們沒有走錯路 這是一個門鎖,我們可以怎麼開呢 難道是解謎的 就是要摸,不摸怎麼開門 不打開 我不是一人 我不是一人 不要聽 我只是避開 我發現我活著長久 這樣 我會長久久 那些傻子會再遇上我 永遠 不聽 他不是他叫我 他叫我 他就是你 他只是記憶 是他你 他就是你 認識的嗎 好像神話詮說一樣 是我的真實 沒問題,現在我們是一起走的 把門搜尋到天上, 集中的眼睛 你也會看到什麼在空間的光明 我們看過去就會看到什麼隱藏了 為了跟類似的東西去開啟大門? 類似的東西就是外面的石碑 我們去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又或者這裡會不會有一個... 大家看到嗎? 畫面中心有一個印在這裡 難道就是在石碑上面? 這裡 在這裡 然後再看下去 看他的門就會開啟 我們可以進去 到底我們是怎麼解鎖的? 我想問 看了眼而已 我已經花了六年在黑洞 但我看了北方 學習了他們的方法 我知道你做了 你聽到嗎? 每個人都在笑 我人們會賺到重量的價錢 我會帶著你的故事 我會帶著你的故事 我會帶著北方感受到我的極力 我們要小心 這個位置 一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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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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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到地面好像搖一搶一搶 嘩!又有木橋? 嘩!又有木橋? 嘩!又有石碑 看看 Hella 可以拯救死亡 Hella 你的Dillian 被拯救 和她 你必須爭取 這樣討價還假 但是 真的可以令到人復活嗎? 究竟這個故事的背景 是擺在一個怎樣的地方 而且我們的衣著 好像土著一樣 很期待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令死人復活 我們的位置應該要去左邊的大門 看來也要有解謎的東西 看來也要有解謎的東西 留下 你必須開啟 你必須開啟 這個門到Hellheim 拯救死亡 從死亡 那是Hella 那是Hella 那半死亡的妻子 走過Hellheim 任何恐怖之下 她要躲在那扇子裡 她必須找到Hellheim 她必須找到Hellheim 就這樣推 會不會有東西鎖住 嘘 有人在這裡 敵人 我敵第一場仗 哇哇哇 好恐怖 這遊戲的氣氛真的很棒 特別是在你旁邊不停說話的聲音 喂喂喂喂 來啦來啦來啦 你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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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我回答你 让他回来 我会给你什么想 我再不会抗争 只给他回来 你是不是有幻觉 手什么事 烂 我们是否中毒 手的青筋都出来了 有人 我想问怎么打 有没有教我 我可以挡架 这个是避开 接着 避开 砍他 很容易玩 我们首先要避开 接着较出攻击 他快死了 还有 试试冲过去 不可以乱跳过去 死了 不要放过他 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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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了 喂 死了死了 我现在很伤 不要放过 先击击他 还有 喂 你突然出来又砍人这么奸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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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了是否反应 现在我们有 有多少个 有三个 在这里 小心 后面 我们后面要挡 我刚才挡了 幻觉 下来一定是玩过来的 大家看看地上 那质感好像是生物的皮肤 会起伏的 我们是死了还是做什么事 你看看他的臉 好像 好像被人烧完 似乎 我看着火 我看着火 你 看着火 慘了射射射 暗闇不承諾 不理解 它已滅 而現在它已掌握 它會流向她的頭 屍體的心 直至她沒有任何 嘩!很痛! 大家看到我的手嗎? 更加困難 其實我們是不是在進入這個地獄的心淵 門打不開應該是有什麼機關 以及剛才接觸這門之後 就有幻覺出現 每當你失敗時 黑暗腐爛都會生長 如果腐爛到了蘇柳2的頭上 任務就會結束 從而所有的進度都會丟失 即是說我們的 HP就是用腐爛的情況去衡量 如果腐爛得厲害就會死 我們一定會有的 超過的 糟糕 我們會被判斷 呃 在心中的心中 那是 what Dillion taught her 每一敗 黑暗地露會增長 而是她的心中 但現在還是她的心中 她會成功她的心 然後她會滿足她的願望 任何價值 那第一場仗就完結了 我們就要找辦法穿過這條門 你必須第一次遇到那些神的守護 神的火神 Surt 神的神的神 神的神 Valraven 淹了血 去開門到Hellheim 然後進入死的地 已經有提示了 如果我們要開門救人 就要打開兩隻門 火焰之神和幻象之神 我們今集暫時就先玩到這裡 其實這遊戲的氣氛真的很棒 很恐怖 究竟我們身後的異語 何時才會說完呢 我們下一集再見 要挑戰兩個神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全身而退 我們下一集才知道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好